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那我是徐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儿呢给大家带来台合资品牌的七座车 我们之前呢的确跟小伙伴们去分享了很多自主品牌的七座车型 当然那些车也不贵啊 就十万块钱上下的 比如说比亚迪 有辆比亚迪S Max 然后有辆吉利的加技 然后还有一个广汽的JR16 大部分有个小伙伴家里面也有孩子的 说想买个七座车 说我们拆过那几个车 说有一个车还挺好的 你看看呗 那几个车 你看我像开这种车的人吗 我就一点限 为什么呀 看不上是不是 就因为这个话题呢 我就说合资品牌而言 七座车还有谁 而且还得便宜 那我们就挑了一辆 就是我身后这台雪佛兰的沃兰诺 观光这套价是从十一万四千九到十五万九千九 从合资品牌而言的 的确这个价格还可以 这个车就现在是有2020款了 我们买那会儿呢 只有我身后这个19款 因为买了也挺长段时间了 这两个车呢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20款呢 有一个48V微混 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 现在19款呢 其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因为呢 19款是有优惠的 20款现在没有优惠 而且是19款 如果说你买手动挡那一款啊 我们以北京为例啊 优惠以后裸车价8万多 很吓人了啊 一个合资品牌的一个SUV 当时那个是5到8的7都会更贵一些 我们这辆车呢 呃是一个1.3T 手自一体的车型 它现在呢 全系只有一个1.3T 三缸涡轮增加的这一个发动机 变动箱呢 有两种啊 刚才说了 有一个手动挡的形式 还有一个是6速手自一体的 我们这个呢 是6速手自一体啊 7座 然后加上这个1.3T 光光制造价呢 是149,900这一款 好 那现在呢 跟着冰棍玩耐车 来看看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一开始呢 还是跟小伙伴去聊点这种见仁见智的事啊 当然就是外观这点东西 自从植入了变形金刚以后啊 雪佛兰这个品牌啊 基本上啊 叫家喻户晓了 当时雪佛兰其实进入中国的车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呢 自从大黄蜂出来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 雪佛兰了不否认啊 就这一点来说 雪佛兰是成功的 其实在整个的北美啊 说美国市场呢 他其实是特别家用的一个 当然呢 这也是和他为什么要去植入变形金刚 是有一定原因 是因为雪佛兰的很多车 都是比较偏运动的 当然说大黄蜂是一个 当然就我们这辆车呢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也很运动 当然我们这款呢是149,900啊 还有一个运动套件 叫做Rlan什么运动套件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从前脸看 哎 第一个词就是黑化对吧 那个标是黑的 前脸是黑的 然后呢 这块还是红的啊 总的来说 还是让人一眼看上去 哎 年轻人开的车 这是我买这辆车的第一个感觉 涡兰多全系 LED的远近大灯啊 啊这个我觉得啊是挺难得的 合资品牌是不是 而且呢价格相对而言不是那么的贵 现在呢去旁边和后面看看这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因为这车其实侧面看起来呢 并没有显得特别大 是因为它的前后的轮胎呢 还是比较靠前靠后的 反光镜 这块也是黑的啊 然后有条红线 说你为什么看这辆车这个红的就觉得不那么别扭呢 而有些自主品牌啊 我就不点名了 那个红勾勒的就的确特别山寨范 或者叫做气培成范 有这种心理因素 第一呢它是一个合资品牌啊 不否认咱们大家呢都是凡人 第二呢可能真的就是差那一点 对于所谓艺术家或者是专业或者是业余 都是一根笔都是一个纸对不对 你画东西为什么就有那么大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可能真的是 艺术对于人吸引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当时我不是搞艺术的 但是我只是说是以我这种感觉啊 跟大家去描述一下 它轮胎的轮毂这块 也是黑的轮毂 然后下面呢就一个大家看啊 就是一个不对称的就是一个红线 说到这个车呢 我相信小伙伴们一定会想到 另外一个通用集团下面的大轿哥 可能差不多车啊 就是GL6 这辆车呢 的确啊 我们叫雪原上面呢 是有点关系的 这个车会显得更年轻一点 GL6呢会显得更家庭一些 单独就说这辆它就是一辆SUV 我觉得真的稍微有点牵强 因为SUV在我的观点里面 应该是底盘比较高对吧 然后比较高这种感觉 而这辆车很明显会更长一些 而且底盘 我们从目测来看 它的通过性也并没有和普通驾车来的更多一些 会更下MPV一些 那后边呢是它外观这件事 上汽通用也是变成黑颜色了啊 然后呢这边就沃兰多也好叫奥兰多也好呢 这是中文跟它的音音的一个区别 里边写的是5530T是1.3T无能量发动机 自从啊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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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被奥迪带歪了之后 现在呢大家都在用啊 以前会觉得530T 怎么着也是一个5.3排量吧 现在呢 1.3排量把它打开啊 不是一个自动门啊 然后中间有一个按钮 然后一开就可以了 这边是有一个紧急的开口 但是需要一个比较尖锐东西啊 打开才可以 下面呢是有相应的工具 只有一个盖啊 打开以后里面会看见一些工具 然后三角盘在这边 千斤顶在这边 然后一些基础工具啊都在这 然后两边呢 有两个稍微大一点的盒啊 这个其实是有灭火器的啊 我们那个灭火器稍微有点大 就会变得特别尴尬 塞里面塞不进去 放外面吧特别碍事 放家里面吧也不行 因为这个灭火器啊都是要随车带的 大飙车的车上升有祖燃宝啊 真的是神器啊 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啊 比如这就是后面的一个小小的工具盒 备胎这辆车是有的 它的位置是在下面这块啊 它是在里面的 我们底盘的时候呢 会拆来跟小伙伴们再去看看 它怎么一个方式 但是距离拆啊 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口 打开以后用工具一拧就可以了 后边这块呢 还有一个就是七座嘛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都给递起来了 有个小伙伴去说 首先后面有两个单独的头枕呢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从侧面看啊 它的头枕还是会多出到车身之外 当然呢盖上门之后呢 它大概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我还会说 对于七座而言 第三排是最脆弱的 但是呢 钢板也许是在紧急时候呢 可以去帮助你的一个被动的安全方面的东西啊 到底说有没有 我们之后也会再聊 这一块啊 说实话 空间不想聊太多 给大家也算是示范一下吧 就是这种帮啊 基本上一个 哎那边 再来一个紧紧张张 也就这么多了 如果说真是 7个人想去出去玩 去玩几天 还是 顶部的箱子会更实际些 当然呢 我们把这个头枕放过去 这有一个袋一拉 往前一推 就可以把后面放平了 放平之后啊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肯定这些包啊 推到最前 还剩这么多 所以说目准而言 6个包都能徒后放进 这种车呢 肯定就是放下来就是够的 但是呢 最主要的还是看力气的这点事嘛 现在非常重要来了啊 对于这辆7座车也 它里面什么样 包括说够不够做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车内啊 跟大家去捞道两句 左边呢 四门都是一键升降 然后再往上边呢 是防止后边熊孩的那个按键啊 然后是反光镜的调节 下面呢 放水的地方呢 空间还算是比较大啊 然后再往左边这边呢 是它的大灯的控制啊 当然这辆车呢 是支持自动大灯的 而且通用系列呢 它的大灯呢 也都是设计在这块啊 也都是比较容易操作 旋钮的形式 它的默认挡啊 它就在那个自动那个位置 当时您是可以往右拧的啊 然后分别是 呃 室宽灯啊 包括说强制的这个大灯开启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呃 自动大灯的开启与不开启 你是需要往左拧的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Auto挡 但是不见得 它是这个自动模式已经打开了 您是需要往左拧 它是一个可以滑动 然后会自动归位的这样一个按钮 前面啊 会显示自动大灯的开启或者关闭啊 左上角呢 是它的启停的按键 然后这辆车啊 虽然是一个三缸车 但是它的启停呢 不讨厌 这也是我在开这辆车的时候呢 我没有上车就关启停的原因之一 就是它在抬脚的时候 它会有 一下对吧 但是呢 不严重 不是那种很闯 或者很震的 是能够接受的这种范围之内 再往右看 右側面还有两个钮 一个是大灯的手动水平调节 后面人做多了以后呢 因为车会稍稍的抬起 要控制大灯的一个高度 好再往右面呢 是仪表盘亮度调节 放盘呢 是一个多功能放盘 这辆车呢 是支持定做巡航的 那最左侧是它的开关 打开以后 右边的仪表盘上 会有一个亮的按键 上下波动去调节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进行数字显示的 然后中间这个钮呢 是取消或暂停的一个按键 好 往右边呢 是多媒体这一块 左上角电话的拨打 然后中间那个按键呢 是挂机或者是静音 然后右边呢 是声音大小 刚往下点呢 上去下去 中间这个SRC呢 就是音源的切入啊 这辆车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和输入音源的 好 说说仪表盘这件事吧 还是比较传统的 左边是转速 右边是速度 然后水文表呢 是和转速表是在一起的啊 是在靠右一点 不太显眼 非常小巧做的 上面这个条是油箱的显示 中央呢 有一块多部分大的液晶显示 它的控制按键 是在左手控制大灯的位置 其中有一个是MIMU的按键啊 可以在它几个菜单之前进行切换 左侧有一个旋钮 可以去相对于那种上下的波动啊 也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速度显示啊 平均油耗啊 小记里程啊 顶端是有一个按键 叫SET或者是CLR 也就是如果你想清零的话 数据清零的话 按这个按键就可以 包括说里面也有一些菜单的选择 是可以进入 并且可以选择的 右边呢是雨刮这点事啊 它的雨刮也是偏德系那种啊 是往下一波 是单次的雨刮的启动啊 顶端还是有按键的 然后是对应后面的雨刮 因为这是一个类似于像两箱的这种形式 有单独雨刮的 好 我们来到中间啊 输入多媒体这块 这个大屏呢是凸起的 呃面积不算太大 挺普通的 是一个基于安卓的这个系统啊 然后功能也是比较简单 但基本上呢也是啊 该有都有 电台有蓝牙电话 有U盘音乐 包括有呢U盘的视频 紧接着呢是有百度地图 然后就是支持手机的投射 这辆车呢是不仅仅支持苹果 carplay啊 还有百度的car life 我个人是蛮喜欢用carplay的 尤其现在carplay呢它又升级了 在它的home页面的时候呢高德地图也是可以单独显示的 以前是只能是显示苹果自带地图 现在是高德也可以显示 所以说我还是挺依赖于carplay的 设置里面呢也比较简单 你几大项 通用设置 然后网络设置 音量设置 然后蓝牙 还有一个电子的说明书啊 下面呢是它的几个传统的物理按键 最左边是home按键 然后上曲下一曲中央是开关 声音大小 右侧呢是电话的拨打 总的来说不难用 因为它功能呢比较少 几个功能就在表面上小用的话 一触屏 包括之后用carplay的时候呢也是直接 触屏一按就行了 刚刚说了 我是蛮依赖于carplay的 就是基本上车有carplay的 我都会插上 有没有触屏 对于carplay而言是区别非常之大的 A3它就是不支持触屏 但是呢它是支持carplay 所有的控制全是靠旋钮 烦死你真的 你想从这个功能到这个功能 咔咔咔转 转完了以后呢 你还不见得能转到那去 你还得盯着转什么 特别的威胁 触屏的偶尔按一下 想开车呢是需要集中精力的 好 带往下的出风口 好 然后双闪往下呢是空调 单驱空调自动的 最左侧呢还是自门开锁解锁 这个算是比较特殊 它是放在这个位置了 ESP更逗 放在紧右边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不太多件的 这个完全就是设计为导向 设计出这一块东西了 哎 几个按钮 哟 还多俩地 发现这个锁没设计 ESP也忘了 这装一个 那装一个 按理来说啊 像这个锁呀 可能呢在这会比较多啊 像有些车 例如说宝马是在大中间 mini呢是在下面 的确是也有在中间的啊 但是ESP呢一般来说啊 都跟您驾驶是有二关系的 很少有这种和空调在一块的啊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就是先有设计 然后再想这扭 我放哪合适 剩下呢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按键了 包括说开关 然后自动空调 风量大小啊等等的啊 都在这的 往下有一个储空间 这边有一个12伏电源 这个的啊得吐槽一下什么呀 它这块呢是有一个钢琴漆 这面呢还挺大的 您说储空间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点忘了一放 这要是一个处理座啊 真的您得天天的去用我们那个 就划痕修复那个高啊 就是把那个被划的钢琴漆面 磨的赠哇哇的啊 我们那个车上里边有的 还蛮好用的 这车啊也是我们买的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 正常使用这边的钢琴漆 滑的全部都是一二二二二 好再往后呢是它的挡霸啊 直列式的排挡P挡 然后R挡D挡N挡 D挡的往左一推 是它的手自一体 往前是加接加 往后呢是简简简啊 六速的手自一体 再往后呢是电子手刹 然后是有杯架啊 杯架中间呢 还是有一个小小设计啊 它这个呢是中间这个隔挡 你那杯子呢稍微小一点 这边有一个N键一按 这两边就打开了 可以做一个支撑 不想装杯架的话呢 想装东西把这个拿下来 会有更大的空间啊 这个也算是偏日系的那种 非常精巧的设计啊 类似于像这种风格 这边呢还有一个放手机的地方 是一个细长条 那手机啊正好放进去 后面的是中央扶手 打开以后呢 它是为了这根线 还是做了一个槽 有说不压这个线就可以关上 是有两个USB的位置 后面呢还有一个出风口 比如你有饮料 放在这里面也可以适当的凉一点 或者是热一点 这个手套箱真的是很大 并且里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窝 可以放好多好多东西啊 但是里面是没有绒面的 左下边有一个零件盒也是没有绒面的 上面是有个大天串 上面有几个钮等等这些东西 材质啊就直接跟大家去挑有软的地儿啊 我大般没说的都是硬的 放胳膊这一块是没问题的 这一块呢有一个皮革的材质 这一小块有一个装饰性的皮革的材质 这一块是皮革材质 座椅是皮革的剩下的 都是硬的材质啊 合资品牌而言说实话啊 10万块钱的车也就这样了 但是我还会说自主品牌 现在内饰做的可棒了 所以说呢这个叫做塑料感真的是十足啊 它的设计我不讨厌 而且这一块这个小马点这个东西啊 也还是算是点睛的一部分吧 但是真的是塑料感十足的 现在依然是大冰块 相对而言比较标准坐姿 头顶大概是一拳多一点点的距离 这一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挤 其他的都还是OK的啊 空间还可以 但是我要吐槽的是什么 方向盘 只能够刹下条 并且我再往前 这块就割腿了 但是咱来看 还差这么多 你别看就差这么多 这个车的坐姿是非常不舒服的 从我的身体到方向盘这块来说是够的 就是我开这车的时候老得 有点这样开 能明白吗 但是呢 如果我往前的话我也很累 如果我座椅再往前的话 我腿很挤 这就应该是方向盘能够前后调就OK了 这都什么年代 真的啊 现在只有合资品牌 可能五六万块钱的车不能动方向盘 我们这也已经15万的车了 还不能动方向盘 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说呢 这个车能不能不说开起来 就说咱们静态这点是优点蛮多的 你说又是七座是不是 然后呢雪国兰挺好看的 运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会阻止我买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方向盘 我很难找到一个我会认为舒服的姿势 当然了呢这个仅仅是对于大冰块而言 因为大冰块相对于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坐姿 如果说小伙伴们尝个我尝款 您开车都得是那样的 兴许呢能合适 座椅的舒适度还行对吧 软硬恰当 左右的支撑呢也是比较适中 行这就是前面点事先去后面看看 然后最重要的是 对于这种车的第三排 它到底能不能坐呀 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来到中央里来坐啊 出风口是有的 下面呢是有两个USB的充电口啊 有一个鼓包 它是一个泼面啊 这个梯形是这样的 最后边这块呢大概是有这么高 基本上还行 不算是特别无法逾越的那一种 一键式的升降 门这边是有控制的 人间的后面这块 正驾驶也好 副驾驶也好 不光光有兜 有仨兜 两边加起来块六个兜 上面放点手机啊什么的 你看一人俩手机 框框一边放一个 下面呢在网上书什么的 一看这东西呢就是比较适合家庭用的 大天窗从这边看的话呢 面积还是挺大的 并且是一个可开启式的 这边座椅呢也是四六的啊 那边是四的位置 我这边是六的位置 这个座椅呢是可以前后调的 靠背呢也是多段可调 这个是最立的形式 后面呢没有装人的话呢 你就往后躺吧 能躺成这样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是最夸张最极端的中央的位置了 那边啊 再往后像张小船一样 这个是最靠后的极限 OK 这样是最靠前的极限 您要是存放在后面 您放心后面呢只能坐汪汪汪对吧 人没戏根本就好 这个是一个折中的位置 当然我们一会呢也会用这个折中的位置呢 去测试后面的这个空间啊 折中的位置前面也没问题 我呢不仅仅是要绷着坐啊 然后呢稍微往下出溜一点 这块还是有空间的啊 够用没有问题 你说这种坐对不对 二三二的位置 谁会坐中间 我刚才我还问我们上小哥呢 让你选择坐这个 你还是选择坐后面 你选什么 当然我心里面是有答案的 我应会坐后面 上小哥呢也不例外 所以说呢 中间这个位置啊 有点积累 应急用是可以 是因为这七个位置 这个是最难受的位置 中国这个地儿呢 如果你是七座的话呢 每年还得去上线粘解 还是挺啰嗦的 但是六座呢就不会啊 所以说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我会觉得六座更实用一些 好那现在呢 到后面跟大家去聊聊 七座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聊七座啊 先说怎么去进入 这个车呢是有一个便捷进入的位置 是在副驾驶这一块 当然这个车呢是一个左舵车啊 左舵车呢 我们叫做右行 所以说这块呢 如果停车的话是在靠右一侧这块的 所以说这边的上下呢 会更安全一些 所以说呢 这辆车呢只设了一个单边的一个设计 当时呢 这么讲的其实是说的通的 但是我们的确也会看到有些车 它两边都是可以有这种电捷式的上下的 在肩头上面有一个八手一抠 然后把座椅往前一扳 再往前一推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座椅呢是最靠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呢 它还设计了一个单独的踏脚板啊 就让你去踩踏的 踩进去 然后就可以上来了 我前面这个座椅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适中的位置 但是的话啊 坐下来以后呢 坐到板直的话 头顶是不够的 就后面吧 你说能不能坐 能坐 但的确呢不富裕 对于这个骑坐车而言呢 它叫做应急式的骑坐车 偶尔周末呢 出去玩一下 坐个俩三小时的问题不大 但是呢 您如果说高频次 这车真受不了 真的啊 它必定呢 不是一辆真正的MPV 因为真正的MPV 这个高度会更多一些 后面的座椅脚 它会有一个下沉 而这个呢 就相当于你是坐小马车 您是坐马车舒服 您还是坐椅子舒服 这很明显吧 肯定是椅子会更舒服点 马车呢 它比较矮 你坐的时候呢 你是船的 所以说后面呢 短途 俩三小时 没问题 五到八个小时 就会很痛苦了 前提是俩人都坐满了 但是您要是一个人呢 您这么横上躺了 我也不拦着你 当然说呢 空间也是一个问题啊 真的想去远途啊 我没办法 大的七座我也买不起 我说买这行不行 咬咬牙也行对吧 没有受不了的罪 反正您就需求吗 是不是 我就买这么一车 我上面装顶装箱子 说行不行也行 反正这东西啊 还是说小伙伴们呢 个人需求的去选择 对吧 大名话呢 也只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 赶伯伴跟小伙伴去分享 因为这个七座吧 的确不是那种大七座 对吧 叫做应急性的七座 没问题 而且后边是没有这个 IYX Fix 你要说想做小孩 太小小孩还真不行 中间这个座呢 大冰块也吐槽过了 小伙伴中间这座呢 不好做 而且呢 大家看中央是没有头枕的 这个也是很不安全的 后边就跟小伙伴唠叨到这啊 就是正常座没问题 但是呢 不能算宽约 偶尔应急一下 七个座 都拉七个人 也可以 短途 是没问题的 今天呢 也是跟着冰块玩热爱车啊 跟大家去唠叨一下这个车 一个合资品的啊 雪佛兰的沃兰多的一个七座 价格呢 的确相对而言 不算是太贵 三缸六AT啊 说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有惊喜 我们明天再说 好 今天呢 大冰块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短片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 真话大冰块 那我们这辆七座的沃兰多 我们试下再见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